大家好,我是Dane 今天带来了一个最近在韩国发生的 非常心碎的汉江公园大学生失踪案 2021年4月24号晚上11点左右 在首尔一所大学就读医学系的学生成民 为了与侯友A某见面 就去了离家用走路5分钟距离的汉江公园 然后到了凌晨1点50分 成民用手机拍摄了与朋友A某在汉江公园喝酒跳舞的影片后 上传到IG上了 凌晨4点30分 在汉江公园进出口的CCTV 拍到了A某一个人走出来的画面 根据A某的证言 在凌晨3点30分左右 A某打电话给了母亲说 整民喝醉酒睡着了 怎么叫的叫不醒 A某母亲回复 那你也要叫醒他一起回家 但是A某挂完电话后 自己也是睡过去了 然后在4点30分左右 A某醒来后 发现整民不在自己的身旁 心想他应该是先回去了 所以自己也就拿起手机回家了 当A某回到家 A某的母亲就问了 整民也回去了吗 A某回答不记得 所以A某的母亲就与A某重新回到汉江公园寻找正面 但是因为一直都找不到 就打电话告诉了整民的父母亲 发生了什么事情 整民的父亲很担心的拨打儿子的电话 第一次打没有人接 第二次打也没有人接 第三次还是没有人接 再打第四次的时候 终于接电话了 但是接电话的人不是整民 而是朋友A某 A某慌张地表示 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整民的手机会在自己的口袋里 一开始整民的父亲认为 可能是两个孩子喝醉酒 互相拿错了对方的手机 所以就赶紧拨打了A某的手机 但是没有人接电话 这时候是早上6点左右 然后到了7点 A某的手机就关机了 而A某的手机信号关机前最后的位置是 在整民睡着的汉江公园对岸的水上计程车站台 整民就这样失踪了 为了寻找儿子 整民的父母拜托儿子的朋友们 将失踪事件上传到网络上 也制作了寻人横幅挂在汉江公园 也发布了一千多张的传单 整民的父亲表示 现在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我很害怕再也见不到我的儿子 就算他被远洋渔船绑架了也好 只希望有一天他能活着回来 但是 失踪第六天的2020年5月1号 警方在水上计程车站台附近 找到了被冲下来的整民尸体 发现当时 整民穿的是失踪当时的服装 而在口袋中也只找到了整民的钱包 并没有发现到A某的手机 而在整民的头部有撕裂的伤口 在脸上也发现到一些伤痕 为了寻找线索 警方对A某进行了催眠调查 但是没有什么收获 之后也出现了三位目击者 而三个人都表示 在4月25号凌晨3点30分左右 看到了整民跟A某两个人在一起 但是从A某打电话给自己的母亲说 整民睡着了叫不醒的3点30分到 A某与A某母亲重新回到汉江公园 寻找整民的5点30分之间的两个小时 仍然是完全没有任何目击者以及线索 目前整民的父亲对于朋友A某提出了几个疑问 事发后整民的父亲问过A某的父母亲 在凌晨3点接到整民叫不醒的电话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给我们打电话 我们家就在公园前面 马上就能接孩子 A某的父母亲只是回答 那时候真的没有想到要那样 真的很抱歉 当A某回到家 母亲问整民有没有回家 A某回答不记得的时候 一般来说 应该会先给整民或者是整民的父母亲打电话 问孩子有没有回家 而不是A某全家人去汉江公园找整民 更何况整民的家就在汉江公园步行5分钟的距离 而A某的家是需要坐计程车的距离 整民父亲表示 在接到A某父母的电话后 自己马上就拨了儿子的电话 结果是A某接了电话说 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拿到整民的手机 这也就是说 A某在3点半用自己的手机给母亲打了电话 4点半的时候拿着整民的手机回家了 但是整民的手机是三星Galaxy A某的手机是iPhone 这个能拿错吗 对此很多网友们就质疑 在A某全家人为了寻找整民去了汉江公园的那个时候 怎么会没有想过要用自己的手机打电话给整民看看呢 这样的话也就马上能知道拿错了手机 根本就不需要等到整民父亲打电话的时候才能察觉到 或者是已经知道了 只是没有说而已 A某对整民的父亲表示 2点在拍完IG影片后 小明因为跑步后跌倒自己有帮忙扶他起来 这个时候裤子跟衣服都沾了很多腻 但是小明的父亲觉得这句话很奇怪 公园附近都是草地沙地 应该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裤子衣服那么脏的地方 但是为了要判断孩子失踪的地点 小明的父亲就打电话给A某的父亲说 裤子现在应该已经洗了 能不能看一下鞋子 结果不到0.5秒的时间 A某的爸爸就回答 丢丢了 不知道为什么 A某在接受第二次催眠调查的时候 就申请了律师一起来了 5月3号 整民的父亲在殡仪馆对机者们表示 在5月1号摆好了整民的灵堂号 到现在为止 A某都没有来过 甚至也失去了联络 然后最起码 在道义上不应该要说声对不起吗 之后在5月4号的凌晨1点30分 A某与自己的叔叔一起来到了殡仪馆 但是整民的父亲没有让他们进来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第一次看到因为鞋子沾了泥就丢掉的人 如果真的想要帮助朋友的话 就不应该丢掉鞋子 朋友的父母亲也太奇怪了 单纯的想想看 在凌晨会为了找儿子的朋友出门呢 还是会赶紧给朋友的父母亲打电话呢 之间的共通点 1.加害者会拿走受爱者的手机 2.犯人会再来到现场 3.会丢掉犯案当时穿的衣服跟鞋子 4.如果加害者的年纪小 一般都是会由父母亲帮忙掩盖罪行 5.在没有明确的证据前 加害者通常都会说不记得 6.申请律师 以上等等情况都在指向A某就是犯人 因为抢民父亲的多次收访内容 现在很多韩国网友们都认为 A某就是最大嫌疑人 但是也有不少这样的留言 不可以就这么怀疑A某 A某太可怜了 虽然知道抢民父亲现在的新奇 但是不能这样带方向 让网友们怀疑A某 白法人送黑法人 失去子女的心情 没有经历过的话 真的是无法想象的 更何况抢民是家里的独生子 应该就是父母的所有希望 人生的全部 我们已经没有要活下去的理由了 但是要解开抢民的怨恨 我们才能闭眼 虽然知道很痛苦 但是还是希望父母亲 能坚强活下去 抢民应该也会这么希望的 希望韩国警方能早日查出真相 我会继续关注这个事件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